老小区换发新生机 是老化改造给老人带来哪些便利 好用 因为好够 行了 可能能上去 就要是很方便 是老化产品不断更新 科技化 智慧化场景 能否给老人带来稳稳的幸福 这种主动型的机器人产品 是要机器人适应你的 在适应你的过程当中 然后提供这个改正 欢迎收看 经济半小时 各位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姚雪松 今天继续我们的 银发经济新观察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 许多老人们日常生活起居 都出现一定的困难 对世老化改造的需求 也更加迫切 为了给老人生活出行 带来更多便利 各地都在进行着 哪些尝试和探索呢 一起来看报道 在西安市新城区青盛社区的这栋楼内 住着一位年余九十的高龄老人 老伴去世后 他独自居住在这间屋子里 已经有二十多年 这些年他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 也没有亲保姆 家务都是我自己做 自己买菜 做饭 买药 在公园去锻炼 就是我一个人 独来独往 虽然孤独 但是我不寂寞 精神世界比较丰富 张奶奶再过两个月 就要过九十一岁生日了 但他满面红光 耳聪目明 老人说 子女不在陕西 但他生活起居 完全能够自理 然而九十高龄的老人 独居在家 万一有个意外 怎么求助呢 这个东西叫紧急呼救器 当我发生了意外的时候 就按这个红的 往下一按 这个就通了 就跟社区的那个中心 养老中心通了 他就知道我发生了意外了 就来抢救我 张奶奶家同时装上了紧急呼救器 红外线监控仪 烟雾报警和水晴监测仪 资格智慧养老电子设备 老人感觉 就像有人陪伴在身边一样 装这个东西 您觉得又是大不大 我觉得很有保障啊 因为我是独居 独居的一个老人 如果我发生了意外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我在家里就不知道 老人说 家里装的这些东西 虽然一次也没报警过 但他每天看到后 心里就很踏实 而且 这一些智能设备 都是街道免费安装的 主要就是说是给辖区 这个80岁以上的这个 这个独居 困难 包括残疾的一些老年人 到处安置的一些 事老化的一些设备 给多少户 已经安装了 已经在用了 对 已经安装了这个239户 花费的这个资金 大概就在34万左右 资金来源于哪 资金我们是通过那个 工艺平台在那筹集的 根据西安市统计局统计 截至2023年底 西安市65岁 及以上人口 为165.31万人 占常住人口的12.64% 目前西安市老龄化速度加快 预计到2040年 60岁以上老年人口 将达到30% 杨静勇说 他们将在本辖区 继继继续通过募捐 这种工艺的方式 推进市老化改造 但难度很大 三公里之外 有一家社区进行的 是市场化尝试 在贝林区的一个老旧小区 一家企业的市老化改造 项目组工作人员 这一天正在进行入户勘查 他们来到了一栋楼的四层 和豪在狭小的卫生间里 进行了一番细致的测量后提出 要消掉目前的平台 换掉移动马桶 改装淋浴花洒 加装扶手等 听了改造方案后 户主还是有一些顾虑 面对户主的顾虑 和豪把改造方案 做了细致的说明 表示会加快进度 最大程度减少对户主生活的影响 户主随后提到了费用问题 费用这个我们两三天之内 给您出一个详细的方案 和豪告诉记者 如果按照理想进度 三天以后就能开工 十天之后就能完工 然而他说 实际推进不会这么顺利 可能还需要多次沟通 市老化改造 是他们公司进入养老产业的一次 重要试水 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基础 建设为主业的施工企业来说 我们是也想给企业找到一个新的这种发展方向 给企业解决一个 增加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 这家企业的试水之旅 从这个小区开始 是因为他的条件最适合进行适老化改造 我们中铁一居李家村东院小区 常住居民有440余人 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194人 占了43.7% 是一个典型的老龄化小区 据介绍 这个小区不仅老龄化程度高 房屋也比较老旧 多数房屋有50多年房龄 少数近30年房龄 因此它也被列入了西安市老旧小区改造范围 于是老旧小区改造与试老化改造合二为一 同时进行 改造工程启动后 公共区域的试老化改造相对比较顺利 比如说我们像我们现在这个有娱乐的地方 老人和孩子都可以同时在我们的这一个 全林广场进行一个运动活动 还有我们的门球场也进行了改造 还有我们的邻里服务站 自从改造以后 老人们都多了一个娱乐的地方 还有一个活动的场所 还有我们小区里加的这些楼道电梯 对身体不变的老年人都大大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感 眼前这个单元的楼梯间就加装了电梯 不过与常见的直梯不同 它是依托在楼梯和扶手上 它要装那种传统电梯对楼梯结构是有影响的 我们为什么选择这种这款楼道电梯 然后老人上了下一步电梯继续上行 通过四次接力后到了他们所住的三楼 这个好用吗 好用 因为它行了 它能上去 这样子挺方便 那装这个电梯的话 需要掏钱吗 不掏钱 在同一个院子里 今年86岁的杜奶奶 是最早一批进行施老化改造的 他的床边还安了一个支架 老人把记者带到卫生间 这里也做了几处改造 原来当27公分高的平台被削掉了 蹲侧改成了马桶 还装了两个扶手 这间房子的外边 台阶也由三级改为四级 门一层低了几公分 还加装了扶手 老人说 现在屋里屋外 又方便又安全 不过她还有一个愿望 原来这个房子是杜奶奶 用1100元月租金租住的 她自己家就在小区的四层 但因为没有装电梯 她上下楼很不方便 这个小区共有33个单元 目前有两个单元安装了电梯 是改造公司进行的试点 而后续新装电梯 需要按居住楼层收取一定的费用 还要征得同一单元 7.5户以上同意 费用问题依然是 适老化改造的难题之一 我们在前面的20户的时候 我们是提供了一些免费的辅具 让他们先在家里进行安装 来体验一下这个适老化改造 给他们生活带来的这种益处 改造一户大约是多少钱 目前来说的话 已经实施的我们平均的价格 大概在5000多元 每一户的改造费用 这个小区自从2023年8月 开始适老化改造 已经登记的适老化改造住户 有121户 已完成改造37户 张燕说 运用市场化手段 推进适老化改造 更有可持续性 无疑是个方向 因为目前来说的话 这个居家适老化改造 它都在起步和初期阶段 它的规模效应 是没有体现出来的 我们目前就是在一个 保本和威力的一个状态 下一步是希望进行一个 肤制和推广 我们这个将来市场前景 还是非常广大的 十四五期间 陕西省将完成5万户 特殊困难老年人 家庭适老化改造任务 其中农村家庭2.8万户 城市家庭2.2万户 改造标准原则上 农村家庭按每户2000元 城镇家庭每户4000元 由各级政府给予资助补贴 除了陕西西安 北京也有一个小区 安装了类似的电梯 最近一段时间 家住北京西城 北草场社区的姚英阿姨 感觉自己整个人状态 变化很大 我都没有想到这俩月 就安装引了 我就对我的生活影响挺难的 姚英告诉记者 她现在之所以状态这么好 是因为家门口 安装了一个上下楼梯的神器 解决了她出门的难题 原来呢就主要 要走不了说就去公园挺困难的了 下楼的问题解决了 心想起来就挺愉快的 觉得我这晚年生活 本来我就爱活动 姚英今年80岁 住在这个小区 一座六层建筑的四楼 没有电梯 小区老年人居多 尤其是姚英住的三单元 六户居民里 五户家里有高龄老人 对于年轻人来说 简简单单的上下楼梯 却成了老人们出门 回家的门口 那段我真是有点 说不上那劲 心里头觉得 老这么老了 下楼就走道有点什么了 过街桥都费劲了 煮了几天拐棍 为了解决老人们的出行难题 社区和街道 请来了专业团队 经过几轮评估以后 安装上了这个爬楼待步器 老人手里的遥控器 是用来控制爬楼机的 他想出门时 只要在遥控器上 按下数字4 爬楼机自己 就会到他家门口接他 随走随停 非常方便 这个小区安装的爬楼机 由政府出资补贴 住户使用的第一年免费 以后每年有3000元的违保费 由使用爬楼梯的住户分担 这个设计得好 稳 安全 姚英坦言 目前他们小区 只有他住的三单元 安装了爬楼机 安装爬楼机 也需要单元内 每一户居民签字同意 我觉得安装挺好了 又省钱 到2023年底 北京市常住老年人口 494.8万人 占常住人口的22.6% 已经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截至2024年8月 北京已完成适老化改造的 世俗老旧小区 1060个 改造单元门出入口 无障碍设施 和小区人行道破化 等约1.3万处 社会资本投资补建小区 便民服务设施20余个 以累计家装电梯4263步 受益居民约5万户 在节目中我们看到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 很多老年人出门上下楼 都成为难题 而小区里的适老化改造 正在给老人们带来便利 实际上除了适老化改造 很多适老化产品和场景 也在改变老人们的生活 继续来个报道 今年60岁的陈建军 一直有下肢疼痛的毛病 随着年龄增长 疼痛次数逐渐增多 每当这个时候 他就想着能不能有个支撑 让疼痛不影响他的行动 现在就已经没练了 那个腿有点不离缩的 走之后呢 我这个膝盖就疼 有时候我跟你讲 我疼的话 突然就摘下去 去不来 一个月前 偶然的一次社区活动 陈建军见到了 这个穿戴机器人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陈建军现场就穿戴了一番 谁知道 还真让他走路轻松了不少 于是就买了一套回家 远行和散步的时候 都会戴上他 这两天 趁着父亲下楼散步 老两口拿着设备 给父亲穿上 陈建军的父亲今年93岁 现在下楼散步 都是颤颤巍巍的 让儿女们放心不下 轻松的不仅只有陈建军和他的父亲 还有唐章华父子 唐章华的父亲唐忠远 今年55岁 今年7月脑出血 致使身体左侧偏瘫 记者在中南大学 襄阳二医院看到 尽管有医生的搀扶 唐忠远仍然难以正常行走 为了让唐忠远 恢复独立行走能力 医院不仅加强了 传统的康护训练治疗 还在治疗中 引入了声光电磁力 和柔性外骨骼机器人的辅助 看这里 走 走 走 训练现场 记者看到 受柔性外骨骼机器人的影响 唐忠远下肢外翻的幅度减弱 两位医生甚至在尝试松开保护 让其主动行走 开始我以为自己废了 所以这个可以走得远一点 走远一点 没有那么辛苦 就类似于我们传统所说的机甲战士 那么也就是说 我在外面给它加上一个动力和支撑力 能够支撑它站起来 给它一个助力的作用 孔鹰介绍 这种下肢柱形柔性外骨骼机器人 采用柔性结构 施加力方向 与人体肌肉解剖学位置一致 可提供于肌肉 肌腱平行的助力 符合人体运行时肌肉发力的特点 以实现自然有效的关节驱动 在保证力的精准输出的同时 能持久运行 除了这种柔性外骨骼机器人 还有一种刚性外骨骼机器人 也在给一些老人带来自由行走的希望 57岁的姜文莉 因为脑损伤 已经瘫痪十年 最近她正在使用 刚性外骨骼机器人 进行辅助治疗恢复 我们两个架他走 我说有没有一个机器 能够代替人力 能够解放我们的劳动 是不是 让我们轻松一点 让看到这么个东西 我当时就有点那种 那种换人一心 那种感觉不有 由于姜文莉 目前已经丧失行走能力 刚性外骨骼机器人的辅助 能够让他重建步行模式 机器人引导脉腿 让各个关节和肌肉 产生协同运动 通过他反复强化训练以后 达到重建步行模式的目标 病人瘫痪了以后 有一些是因为卧床时间久 他不知道怎么样漫步 有一些是因为脑损伤的部位 他就影响了他的步行 那么我们就是通过 这个刚性外骨骼机器人的话 让他反复强化以后 形成一个新的模式 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 适老化产品需求不断增加 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 进入适老产品领域 而这种柔性外骨骼穿戴机器人 正是来自湖南长沙的一家企业 拉力大不大 有什么不舒服的你就说 在湖南湘江新区 这家穿戴机器人生产企业 每天都会有老人来这里测试 最新的穿戴机器人 老人们各种穿戴数据 将成为设备改进的参考 70岁的孙继琼身上这台设备 就是柔性外骨骼机器人 它能够模拟人的肌肉收缩 从而给穿戴者 在行走 上坡等运动提供助力 减轻他们的体力 适用于下肢弱能人群 柔性外骨骼机器人的话 他通过这种肌肉收缩 去补偿我们部分肌肉功能的缺失 来提供你趋宽的能动力 而这种主动型的这种机器人产品 是要机器于适应你 在适应你的过程当中 然后提供这个改正 它会有它自己的一种模型 然后根据你的情况 逐步来再去调整 这家企业专门从事 穿戴机器人的研发生产 成立四年时间 已经下线十多款 柔性外骨骼机器人 根据功能型号不同 价格在一万到几十万部等 平均每年的销售量 在500台左右 未来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解决老龄人群的差异化需求 在湖南长沙 现在常住人口中 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 153.98万人 占比15.33% 老年人口比重也在逐年攀升 当地科研院所和企业 正在携手公关 以临床为基础 进行医工交叉和多学科融合 在智慧养老 试老化设施改造 试老化产品研发应用等方面 集中发力 机器人的话 它不但是用于医院 往后走的话 是包括家庭端 然后甚至就是在互联网家的时代 然后能够把优势的医疗资源 下沉到社区医院 到家庭 行成它的运动处方 这种都是以后的一个趋势 距离长沙900多公里外的江苏无锡 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的比例 超过28% 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近年来 在信息化数字化的驱动下 无锡正在打造科技赋能的 适老化新场景 家住无锡市梁溪区 广义家院的强老伯 已经年雨八旬 在老人家里 技术人员给我们指出了隐藏在各处的好几款 保障老人安全生活的新产品 我们给老人配备了一键呼叫报警器 然后假如说老人在家里面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 可以通过呼叫按钮来给到信息我们平台 然后我们平台会把电话和短信 推送到老人的一个家属 或者说咱们社区工作人员的手机上 水晶报警器水位 漫到一定的高度之后 它就会产生报警 也是通知到老人的家属短信和电话 适老化智能装备进家之后 老两口的安全感提升了不少 对此一直照顾老伴生活起居的张阿姨体会很深 有一次我老头子吃过午饭以后突然之间就是抽筋 又呕吐 好像躺在那里天线地转了 他就马上按这个报警机 我的手机响了 我马上打120 这个救护车来了 我觉得呢 我们现在有了这些高科技的东西 对我们老年人带来了好多好处 而对于另外一些长期卧床在家的失能老人 适老化的科技服务也能做到无微不至 家住无锡市梁溪区二泉花园的张荣林老人 家里安装了毫米波轨迹跌倒感知器 和毫米波呼吸睡眠感知器设备 技术员模拟了一次老人在床边跌倒的事件 电脑后台马上感知到并发出警示 而安装在床头的毫米波呼吸睡眠感知器 不用接触到老人身体 就可以全天候不间断监测老人的呼吸和心率 发现异常情况会立即发出警报 在无锡市宾湖区的这个养老机构 95岁高龄的于秀丽奶奶 对智慧养老的高科技赞不绝口 她随身携带的智能胸卡 连接着医护人员的管理后台 行动轨迹身体状况都能实时地 显示在院门口的大屏幕上 而这款智能床垫 集成了多种高精度传感装置 可以精准监测卧床老人的各项身体指标 那我们在这个床垫上设置它的生命体征 那如果它的生命体征超出这个安全范围值 那我们后台就会收到警报 那我们第一时间会来到老人身边 这些智慧监测的功能通过后台一个智慧养老系统平台实现 随着版本升级 智慧养老打通了传统养老模式中的障碍和限制 不断提升着养老服务的品质 我们利用物联网 移动互联网 营计算 大数据等成熟技术 提供了智慧养老管理服务系统 为长者提供了精细化的智慧养老服务 十四五十七 我国将支持200万户特殊困难 高龄 失能 残起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 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养老事业 不仅要实现老有所养 更要让老年人享受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家家都有老 人人都会老 适老化中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 发展银发经济重在培育产业 我们期待更多适老化产品不断推出 适老化场景持续打造 不断满足老年人对高质量养老服务的心虚 好 感谢关注经济版小时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